來到今天的氣象資訊正時間 歡迎趙雯 趙雯 禮拜天就是雙降了 也就是說氣溫要油涼轉冷 要進入深秋了 人家說補冬不如補雙降 要怎麼進補有一套 說到雙降我就想說 就是肉品嘛 所以好像真的可以來一個火鍋補一下了 對不對 而且早上很開心 台北是有大太陽 結果今天就一直報說 下半天要變天了 所以真的是蠻適合進補的 那我們來看看 如果說要特別吃什麼東西的話 可以來進補呢 像是就可以吃洋蔥 山藥 還有水梨 確實現在是水梨是丟席 水梨現在很好吃 那這三樣做到的叫做涼補 你可以緩秋燥 那麼趙雯那邊的食物又是如何呢 其實大家也可以喝一些熱熱的這個豆漿 還有芝麻 其實這些食材的重點就是可以滋陰潤 也就是說要緩解皮膚的乾燥 那其實除了飲食要控制之外 在雙降這樣的節氣變化 我覺得像是這個睡眠運動生活 也有一些禁忌要特別小心 真的 現在我晚上睡覺都要穿襪子 因為你襪子 你腳保暖了 上面就不用穿那麼多 所以要特別小心 真的是逐步不要受寒 我覺得晚睡的話呢 大家可能要來練習一下 現代人真的很難早睡 可是盡量不要晚睡 那運動劇烈是怎麼樣 好 這邊我補充一下 他說運動千萬不要比較劇烈 而且大部分的運動就是只要微微出汗就好 另外來講 像是晚睡的話 那麼秋天很容易秋乏 也就是很容易疲倦 那麼跟夏天 一年四季都很容易乏 那是底吧 好 你可以比夏天 這多睡一個小時 這也是提供大家做參考 好 那麼其實剛講到了火鍋 那麼確實真的是天氣變冷了 很適合吃火鍋的季節 所以你仔細看一看 現在餐廳是各出其招 業者就叫做肉片瀑布 這真的上場的時候很強 你知道他們還會帶乾冰 就是很適合拍照 IG打卡或什麼之類 所以現在就是不只要顧眼睛 然後還要讓你吃到暖胃這樣子 然後還會搭配受精幾歲 幾片肉的活動 有很多餐廳就是幾歲送你幾匙蝦對不對 那這個最高紀錄呢 可能是有98歲的 這個老阿嬤來去這邊這個餐廳 因此就獲得了98片 好厲害喔 看了我肚子都餓了 好 連鎖火鍋店現在也推出了 四人吃火鍋88折的優惠 那麼這樣的一個優惠是到10月底為止 好 那麼如果大家最關注 想要知道哪一天最適合去吃火鍋 天冷的時候最適合了 所以趕快把時間交給趙文 好 這個禮拜又要變天了 而且是從下半天開始 這個天氣就會有所變化了 好 那麼現在時間點呢 是下午的1點48分 那我們剛看一下雷達回波圖啊 哇 這個對流就在家門口了 哪些地方呢 在今天在兩三點之後比較有感覺呢 包含像是大台北還有宜蘭 以及呢在恆春半島台東一帶 目前都有回波要逐漸進來 主要就是因為呢 陽面上有一個TD26熱帶性低氣壓的影響 那我們剛剛呢其實呢 也幫大家看了一下喔 在今天的下半天 也就是傍晚的時候 其實雨勢就會逐漸的加大了 那麼時間點呢 來看到這個熱帶性低氣壓 主要就是在今天晚上 一直到了這個禮拜六 禮拜天這幾天呢 都是影響台灣最為靠近的時間點 因此呢在這個宜蘭地區 有機會會下到毫雨以上的等級 另外像是基隆北海岸 還有呢在大台北地區都有機會下到大雨 我們來看一下各國的預測圖了 那目前呢看起來美國海軍喔 他則是認為禮拜六的清晨的時候 這個熱帶性低氣壓有機會會變成颱風 而且您看到綠色這一條線喔 很有可能呢會跟台灣比較靠近 那麼另外像是歐洲還有英國則是認為呢 他會逐漸的通過巴士海峽 那麼來看一下這個週休假期的天氣又是如何呢 好禮拜五的白天可以看到這個北台灣是比較舒適 而且是有陽光的 但是就要變天 只有一些基隆北海岸有一些降雨 但是今天晚上一直到週休假期可就不一樣了 來看到像是宜蘭有機會會下到毫雨以上的等級 那麼像是基隆北海岸啊 還有呢大台北東側以及花蓮一帶都有機會下到大雨 那麼中南部則是不受影響的 尤其有著高溫都可以來到31度 那麼再來看各地氣溫了 基隆台北新北桃園跟新竹 今天高溫來到28度 但是在今天下午開始逐漸變天 苗栗台中戰化南投根雲林 今天高溫來到31度 是晴10多雲的好天氣 嘉義台南高雄跟屏東高溫33度 午後雷震雨可以說是非常的少 宜蘭花蓮跟台東高溫來到30度 但是在宜蘭還有北花蓮這樣的地方 雨勢稍微比較多 離島的澎湖金門跟蓮江高溫來到28度 也是秋陽高照的好天氣 以上是這一節的氣象咨詢陣 阿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